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這節我想講講 在香港的 究竟防疫措施 是何時才會全面 放寬 有一個爭拗 這個爭拗就是在專家之間做爭拗 我前兩天做了一段影片 講香港大學的高本欣教授 他在明報出了一篇文章 跟他的同事 香港 60歲以下的人的接種率已經超過80% 第五波之後 香港人很多人都染了 現在無形的推選有400萬 超過一半的香港人都染了 所以 疫苗的抗體和天然免疫加起來 百分比非常高 有機會超過90%以上 是否還要逼人打第三針呢 然後才可以拿到這個疫苗通行證 可以上班上學 去食肆呢 這種做法是否有個脅迫的味道 我覺得在雲雲那麼多的香港專家裏 高教授 比較敢言 比較敢說真話 可能因為他是一個老外 即是一個外國人 所以 和本地的教授 華人的教授 其實 思維的方式很不同 華人的教授始終是受制於 或者 要考慮 很多人的想法 包括 特區政府的想法 這個不在華下 包括他爺爺的想法 北京的想法 北京現在還是動態清零 疫苗通行證其實是動態清零的其中一種要求 大家看到 所以 高北英教授 不是很考慮這些東西 他根據那個數據 根據他的研究結果 他覺得 在疫苗的 免疫的屏障下 都有這樣的需要 要人家逼人打第三針 真是逼的 否則你什麼都做不到 負責抗疫前線的總指揮 或者不知道是否總指揮 還是林鄭才是總指揮 這個 食衛局局長陳兆淺 發文 在明報 寫了一篇文章反駁 高北英教授的觀點 他就說不能夠只看 這個個人 利益 要用個人利益 和風險 做出一個平衡 要考慮社會構建防疫屏障保護長者 等等較高風險的人 所以他說 槍耳個別零零的群組可以自由選擇 第三針 標籤疫苗 協迫政策 恐 減 接種疫苗的意欲 會令到人有疫苗的猶疑 現在沒有猶疑 什麼是有猶疑的 因為你逼他打 你不打什麼都做不到 實非合適 陳兆子 這篇文章 我覺得沒有大說服力 數據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又猜不到 袁國勇教授 也堅持一件事 他說 現在疫苗通行症 是有效促進接種的 其實他有說過 是他提議的 一定要 要人打針 如果不打的話 你什麼都做不到 上班都做不到 看看你打不打 一直都是他的提議 所以袁國勇教授和高本恩教授 在這個問題上 是有很 不同的見解 他的見解是 他說這個接種 要涵蓋所有合資格的年齡 提出要全民接種率 按照科學委員會最新的建議 95% 才可以取消 疫苗通行症 我覺得 我經常講科學 講數據 這篇很長的文章 包括他今早接受這個媒體的訪問 也提到新加坡的例子 我詳細說 他說新加坡做得很好 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放寬 新加坡即使每天 有過千的確診 他都沒有任何恐慌 亦都提到很理性的 確診的人數已經是不重要的 不用考慮確診人數 重點是考慮 重症和入院和死亡的人數 我覺得這是很對的 全世界在向這個方向 不如我再講 他推崇新加坡 新加坡已經是乳病毒共存 不如我再講幾個地方 包括新加坡、英國、香港的疫苗接種率 他說要95% 現在香港的疫苗接種率是多少呢 香港的接種率 最新根據 Our well in data 的數字 直到5月15日 5月15日 即是5日前 可能 數字有點滯口 打了一針的 89.1% 即是九成 不是完全接種 打了一針 打了兩針的就是83.6% 即是600多萬人打了兩針 然後打了第三針的 加強劑 就是 不夠一半 47.2% 這個數字 我覺得比較容易比較 完整接種率是 完整接種人數 即是兩針 這個就是 香港的情況 83.6% 他推崇的新加坡是怎樣 新加坡其實跟香港不相差很遠 新加坡 打了一針的就88.2% OK 然後 然後 完整接種 打了兩針的就是87.6% 未夠90% 跟香港是高了幾個百分點 打了三針的他比較多 71.1% 香港是未夠五成 人家已經是 非常之有效地 實行這個 與病毒共存的政策 好了 香港還在慢吞吞 英國 說人家躺平 英國是怎樣 怎樣 英國 是比香港差 英國 打了一針 現在 用所有的年齡成分來計 不是12歲以上計 就是 不夠八成的 79.3% 都是5月 這個就是5月9日的數字 英國 還在濟口 完整的接種人數 打了兩針的就是74.1% 打了三針的就是 58.7% 這個比香港好一點 香港只有47 英國將近六成 英國就是 全面實行 與病毒共存 什麼措施都沒有了 連疫苗通行證 離開 離開 英國都不用做任何隔離 如果我們比較這三個地方 香港不輸蝕 認為的接種率 為什麼還要堅持到95% 教授 新加坡 都做到了87 不夠90都可以 為什麼要堅持95% 94.8%可以 94.9%可以 這些數字的意思 在哪裡 還是我們要看 接受訪問的時候 確診人數已經不重要 要看重症 和死亡 他提出很多不同的觀點 他有一篇文章說什麼 要有一個復償的路線圖 現在香港已經有防疫屏障 第五波要那麼多人染病 打針比率那麼高 應該趁病毒傳播力較低的下跪 現在開始 20號 要復償 給後疫苗浪提早出現 在文章裡面就說 新冠病毒 不是好像SARS會消失 要看新型冠狀病毒好像流感 季節性感染 現在整個文章 他跟大陸 批判的乳病毒共存 是非常接近 如果看完文章是這樣的 不過他沒有寫乳病毒共存 整個政策 都跟病毒共存是差不多的 那麼 整個爭論 袁國勇是這麼說的 他說他一開始的時候就提到 就說 講到這個 認同 高本欣和陳德光的文章提及 已經捉起了免疫屏障 說第五波裡面 實際感染人數 是200萬到500萬 其實我自己覺得 為何不做一個病毒 抗體的測試 在身體裡面 如果你在全港做抽查 做病毒的抗體測試 你就推算到 有百分之幾的人有抗體 英國不停地做 然後 有抗體的百分比量 都可以制定防疫政策 其實最好的為何不做呢 他現在就說有七成到八成的人口已經具備 重症的屏障 不過袁國勇就說 即使曾經受到感染 這個抗體的水平仍然有限 比已經接種第三針為低 所以他就說 盡快打針 不過要到95%的接種率才可以 放寬這個疫苗通行症 但他這個提議就是 他說下季來 病毒的傳播力是較低的 應該把握機會 分階段在下季 分階段放寬這個防疫措施開放香港 用緩解策略的方法應付後疫苗浪 他就說 用新加坡做例子 他很推崇新加坡 8月10日放寬之後 去年 即使經歷過Delta和Omicron兩股疫情 但因為接種率超過八成 死亡率極低 香港現在已經超過八成了 不過新加坡是87 我們83 至今年4月26日已經大部分放寬了 今天仍然有三至四千個病例 仍然沒有了新加坡人的正常生活 他重申 高免疫屏障與全面開放的時間不能夠相隔太遠 如果一旦錯失時機的話 長者或者萬聖病患者會在冬季 再加接種加強劑 使市民陷入 極度 抗疫 疲勞 推崇新加坡的殖民接種 新加坡不會疲到95% 這一點我就想和 袁教授相關 他就說今次這個病毒和沙士比較 沙士是會消失的 這個病毒消失不了 因為 這個新冠病毒影響上呼吸度 有利釋放病毒傳播力也較強 一般感染者是輕症和沒有症狀 於是 會在人類那裏繼續傳播 共存 引起普通流感的冠狀病毒 一般 全港市民已經極度抗疫疲勞 任何再收緊的防疫措施 只會延遲 不能阻止 這個所謂後疫苗 後疫苗越遲來臨的話 我們的抗體水平較高的人 隨著時間下降 比夏季經歷 復前線的最後一浪 抗疫措施就可以逐一解采 戒時如果沒有 再出現比Omicron更強 這個變種病毒的話 2023年冬季流感高峰期 渡過後就可以放寬 口罩的要求 他回應高本英文章 目前應該維持疫苗通行政安排 認為有助增加 接種動力 只限長者有為公平原則 其實他的目的就是用來逼針 教授講得很清楚 後來他講到 在商頭節目裏面解釋 他這篇文章 他說這個時候你不做 不放寬的話 就會又錯過了一次 黃金機會 這是一個復償的黃金機會 他說近七個月基本上消除了病毒 這件事不可能永遠做下去 香港亦都需要和國際和來地通關 減少社交出來的措施 社會才能運作 現在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取消熔斷機制 如果病毒沒有變種 隔離的日數可以減到三天 或者安排居家隔離 然後 接種最好到95% 其他防疫措施都可以放寬 現階段戴口罩的疫苗通行證 全部都可以放寬 我聽完袁教授這個說法 最後提到一件事 他說 這個確診數字不用再看 已經完全不準確 輕症的 是不測試或者不情報 那麼確診來做什麼呢 污水追蹤 都完全不準確 是沒有意思的 是沒有辦法 實際知道感染的數字 現在重點 就是重症 和死亡率 重點就是防止醫療系統的崩潰 新加坡每天是幾千宗 但是沒有影響到醫療系統 所以 說確診人數是過時的 英國也是一樣 每天 過萬宗甚至是兩萬宗 這個確診數字 在英國 完全引起不了任何反應 因為那個NHR系統 仍然到今天為止 是完好無缺 上不到新聞 就是我一直看著新聞 香港有幾個教授 有些是從嚴 有些是從寬的 高本英教授希望 看著那個病毒 發展的情況 不用太緊張 全世界都是這個趨向 最寬鬆的那個 袁港教授我覺得是在中間 有時聽你說的東西是一時一樣的 不是很 consistent 梁卓偉教授 我的感覺就是不敢恭維 第六波來了 好弱定人 如果不就沒得見 你聽完之後 你屠然會引起恐慌 除了這個效果之外 我覺得什麼都做不到 當然也有留行病學的專家 我們叫做新冠疫情的KOL 都有些覺得 有些危言聳聽的情況出現 我就想問 香港作為一個這麼高知識的社會 究竟這班專家 在特區政府政約上發揮什麼作用呢 正如林鄭所說 專家的意見我們不是一定跟的 不是一定聽的 政府有政府的看法 如果政府有政府的看法 那你叫這班專家 特別是 現在沒有四大專家 其中一個日本那位 已經離開了香港 三大專家 跟你說了一些意見 你用什麼 方式用什麼態度 採納不採納 根據什麼標準 那專家有沒有用的呢 在香港 現在 香港人就在笑這班專家 我覺得 很可悲的地方就是 你看到英國 當然很多不同的批評 因為言論自由的社會 但是不會用一個機笑的態度去笑這班專家 因為人家的專家 真的可以 因為在科學決策的大前提下 影響到政府的 政策的措施 人家是做到的 是很尊敬這班專家 但是在香港 你當那些人去笑專家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可悲 你不會聽他說 現在還在說 打針來有什麼用 打針一用都掩到餅 打來做什麼 仍然是繼續這一類 意見在這個 社交媒體上面 不斷的風寸 你看 我朋友染了什麼事都沒有 他不計算 我認識一個人染了死鬼了 他就不計算 染到死了他只是計算 染了沒事 很快就好了 這些就是 我們叫做選擇性相信 永遠都是這樣 當一個地方你去嘲笑專家的時候 其實 這個地方是 一個很可悲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 沉淪墮落的開始 專家你可以不信 你可以跟他相確 可以理性 跟他 討論 不是別人提議一件事 你就要嘲笑別人一件事 用嘲笑的辦法 什麼情況寫下才會嘲笑的呢 中國大陸 是不是 知識分子是臭老狗嘛 然後才會嘲笑這件事 不單止嘲笑他還會鬥他 我覺得 我這個channel 聽我的channel的朋友知道我是 我不會因人肺炎 我是很理性的 不是只聽完之後 袁國勇講的 梁卓偉講的 對不起 耳朵刪了 我不會的 我都會很細緻看完之後 跟大家做一個分析 我希望對大家有用 暫時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 支持我心情很快的春日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李浪宇宇宇宙 s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